东汉末年刘备从一个窒息藩履 小儿摇身一变手握重兵的诸侯 除了依靠其出色的人格魅力外 更重要的还是他皇室宗亲的身份 当然很多人怀疑刘备是否为正统的皇族血脉 毕竟齐祖中山静王可是个猪马 汉景帝之子中山静王刘胜是个酒色之徒 每每有酒宴便喜欢找来歌舞美女作乐 因此刘胜的子女特别多 光子就有120多个 女儿的数量更是多到数不过来了 那么中山静王刘胜是否是历史上最能生育的人了呢 或许在世界上还有人可以与之抗衡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穆莱伊斯梅尔 他是摩洛哥阿拉维王朝第二位苏丹 也是摩洛哥历史上可以同 埃哈迈德曼苏尔乡匹迪的一位苏丹 苏丹的意思跟中国的皇帝差不多 伊斯兰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普遍 都会在名字后加上这个称号 穆莱伊斯梅尔是为优秀的统治者 他在会期间令摩洛哥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 军事上击败了许多入侵者 收复了大部分为欧洲人占领的沿海据点 并在欧洲殖民者和奥斯曼 帝国的加工下保持了独立 奠定了阿拉维王朝长期统治摩洛哥的基础 这般功绩的话 中国一般会称赞这样的统治者为千古一帝 穆莱伊斯梅尔的确担得上这个称号 这家伙和中国皇帝实在有天多的相似之处了 就比如说三宫六宴七十二妃 在穆莱伊斯梅尔的后宫之中 养育了五百多名各种肤色出身的妻妻 这些妻妻为他生育了五百二十五个儿子和三百四十二个女儿 这项生育记录几乎可以申请吉尼斯 中山敬王刘胜跟他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不过穆莱伊斯梅尔这样做真的 不会引起辖区百姓的反感吗 从穆莱伊斯梅尔所为 我们可得出为什么百姓这么爱戴他 这就要说到穆莱的治国方略了 为了维持王朝的长治久安 他在全国通过赎买方式 打规模集结男女黑命 并以此建立一支军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解放了他们 当然这种解放式建立在黑人全部信仰伊斯兰教 宣誓效忠布哈利圣训的基础上的 通过这支黑奴御用军 穆莱成功建立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兵源输出地 这里的男女孩子十岁时一律送梅克内斯王宫 男孩接受军事训练 学习手艺女孩学做家务 五年后男孩分配到各团队当兵 并挑选女奴做其配偶他们的孩子 也是同样的命运 伊斯梅尔通过这个独特的方法 以及在南撒哈拉的定期征兵 保证了源源不断的兵源 最终这支绝对忠诚 战斗力强悍的部队帮助穆莱在西面收复失地 在东面抗击土军捍卫了摩洛哥的领土完整 军事上的强悍还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 1678年穆莱伊斯梅尔率领 一支远征队征服了阿拉伯部落 一度控制了塞内加尔河中游 他的权威在尼日尔河湾也得到了承认 撒哈拉商道和黄金的供应一度得到了恢复 那时穿越沙漠的旅行就像现在在摩洛哥平原上 或在英国的大道上旅行一样安全 有了商业贸易往来 经济实力稳步提升不在话下 摩洛哥在穆莱的统治下达到巅峰 因此百姓根本不在乎自己统治者有什么瑕疵 先天盼望着这位明军可以长命百岁 穆莱也的确长寿 在繁杂的正式中还可以活到80岁实属不易 4 4 7 8